今夜最新就要继续关心 这个疫苗接种率越来越高 这个欧美新冠疫情也逐渐在趋缓当中 许多国家纷纷开始重启 欧盟即将恢复境外旅客非必要的旅行 那么南欧国家观光圣地也逐步开放 美国加州两大都会区旧金山各洛杉矶 已经允许大部分室内用餐 纽约也重回正轨 包括州长还宣布百老会的票券 在5号正式开卖 民众9月的时候终于可以再次重回剧场看表演 剧场迷等了又等 纽约百老会今年秋天终于要解封 两大职棒主场也逐步开放 从19号起完成接种者的座位区 不必再维持社交距离 没接种的球迷也可以来球场 打一剂娇生疫苗 只要现场完成接种 下次就能免费看一场球赛 曾经是人间炼狱的纽约 如今浴火重生 住院的新冠患者已经降到百人以下 市政府支援3号起不必再在家工作 越来越多纽约客生活走回正轨 加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同样回归疫情前的日常 过去七天确诊率都低于百分之一 大部分的室内用餐也重新开放 镜头转到西班牙的马约卡岛 随着欧洲疫情趋缓 当地店家也希望游客尽快回流 欧盟执委会3号公布最新计划 即将允许打过疫苗的境外旅客到欧洲旅游 对于仰来外国观光客的南欧国家来说 可说是一技强心针 也让餐饮业者终于看见复苏的希望 周英军编译